感谢赞美祖 我今天经历一个 在人看来很小的一个小神迹 但是在我看来真的非常感谢赞美祖 是个大的神迹 我今天在中午吃吃饭 快要结束的时候 被小小的一根鸡鱼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鱼刺 被卡在喉咙里面 我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都没办法把它取出来 也没办法把它吐出来 真的是很细小的一根 我用水大量的喝水 用大量的吃饭 用馒头怎么验 无论有什么办法 我怎么都搞不出来 我知道没办法了 我难受的不得了 所以我就打算去医院 在打算去医院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再给自己15分钟时间 所以我开着车 在回去的路上 我是先打算回家去之后 收拾完 然后如果还没好 我就要去医院 可是我在路上 在车上的时候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开始呼求祷告了 我说主啊 你来医治我 我就手按手 在我这个鱼子卡的 那个大概的位置 我就按手在那里 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开始医治 没有果效 真的没有果效 我说主啊 你在哪里 我真的难受 我不得了 我真的好难受 去子医院 真的好麻烦 然后我就呼求神 突然之间 一个小小的意念 我们这两天 一直在上牧师的课 我们一直在听牧师 在讲信息 要认罪悔改 所以我说 一个小小的鱼刺 我也认罪悔改 所以说 我说主啊 我错了 我就大声的在车里面 反正没有人听见 所以我大声的说 主啊 我错了 我眼泪水 我这一个三个字 说出来的那一刻 祷告出来的那一刻 我眼泪水 啪啪啪啪流出来 我也不知道 一个鱼刺 我说我错了 能哗哗哗流这么多的眼泪 我眼泪流出来之后 我说主啊 我错了 我哪里错了 我哪里错了 我一个一个能说的 我都把它爆出来 就是今天所发生的 这几天所发生的 甚至我知道的 我啪啪啪啪 说了一大堆 说了几句 大概是十句话左右的 这个时候 这个突然之间 那个点 我说主啊 你是那个史无变有的 什么 何况我这么小小的 一个鱼刺呢 算得了什么 因为我信靠你 我是你的孩子 我就宣告 我认罪悔改 我用把神的话 宣告出来 把神的应许宣告出来 把神的那个祝福点 宣告出来 那一刻就是 历时撒那间的 就是吞了一下口水 咽了一下口水 完全没有了 我整个人 从好像从这个心 拎在那里 那一刻往下 往下沉了 我完全平安 完全完全 就是平静在神的面前 完全里面那种 说不出的喜乐 和感恩在神的面前 我就拼命的感恩 一直到回家的路上 我感谢赞美主 然后因为如此卡住 所以我在 在跟别人 一些微信上的聊天的当中 我会说 我现在很难受 我如此被卡了 所以有几个人 我都跟他们聊的时候 我就说 感谢赞美主 包括 包括不信的人 当知道我 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就说 我刚才 我刚才 于此已经 不卡了 已经好了 他说你怎么好了 我说我祷告啊 我一祷告我就好了 他们都惊讶的不得了 我跟我的家人也说 我好了 他们还打电话来 问我说怎么样 我说好了 他说有去医院吗 没有去 他说你怎么好的 是自己掉下去啊 不是 我一个大能的祷告 一个按手祷告 一个认罪悔改 我就结束了 所以我真的一个小小驴子 我可以把这个神的 那个祷告的大能 能够跟四五个人去分享 我真的很感谢赞美主 然后现在在晚上的时候 我祷告在神的面前 我拿出我的圣经 用圣经的话语 用玛利亚的祷告 用哈拿的祷告 用主导文 一个一个向神呼求的时候 哟哟哭得稀里哗啦 认罪悔改 怎么样的 怎么情况 明明是看似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自我在反省的时候 在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动机是不正的 那个动机有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的不正确 你就拿不到那个祝福点 你就拿不到神的那个 百分之百的祝福点 所以我一起跟大家分享 只有我们百分之百的呼求在神的面前 悔改在神的面前 用我们的麻衣 用我们的眼泪来悔改的时候 神必定立刻马上就会听 随听我们的祷告 这就是神的神迹 这就是神的大能 这就是我们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 所以每一个人我们相信 这个认罪悔改真的太重要了 谢谢耶稣 也感谢